好 这个大白天亲戚朋友一起喝酒 一转头76岁的灵性老妇人却不见踪影 竟然发现掉落在大排水沟当中 那么经过关闭水闸门之后才找到溺水者 但是已经呈现欧卡状态 那么经送往医院急救仍无效 那么详细的溺水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报案者与76岁灵性妇人上午在家中饮酒 到了中午12点多送灵性妇人出门 她转头回家的时候 却听见有人在呼救的声音 上前查看见灵性妇人跌入排水沟内 现场情况危急 华丁县消防局玉里分队货报指出 玉里镇原城里克城大排水沟 疑似有人掉落溺水 出动消防车以及救护车到场搜寻 但是排水沟没有看到溺水者 担心已经沉入大排水底 因为后端有水闸门关闭 于是通知水利局人员到场 将水闸门打开排水后 水位下降才发现溺水阿嬷 现场实施进行急救 随即由救护车 再往玉里慈祭医院急救 中午12点宣告不止 人所经查 林女仪式前往朋友家中饮酒 隐蔽于中午12时 独自走入返回家中 途中不慎跌入住家附近的排水沟内 本案将全力协助家属 厘清相关案情 由台湾花莲地方警察署 依法相验 玉里分局表示 经侦察队勘察现场 死者脸上下巴 左手都有擦伤 初步排除遭其他外力因素所致 警方将全力协助家属 厘清相关案情 全案报警检方相验 记者高双双语 卷采访报道